大家好,蝴蝶蓝在养护过程中,叶片经常容易出问题 但是不是所有的叶片问题都是因为病害而导致的 特别是这三种情况,我们用药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那么是哪三种情况不是病害导致的呢? 首先第一种就是叶片发红 蝴蝶蓝叶片发红一般都是含害而造成的 但是我们这时候要和缺磷区分开来 蝴蝶蓝如果是缺磷而出现叶片发红 它主要是叶被发红 如果是含害导致的发红,我们及时做好保温措施就可以了 如果是缺乏磷元素导致的发红 我们这个时候直接给它叶面喷湿,磷刷清甲 就可以有效缓解叶片发红的一个症状 第二个就是叶片灼伤 蝴蝶蓝它是不洗强光的,光照过强的叶片很容易被灼伤 那么像这种光照灼伤的叶片它会有灼伤的斑点 如果我们把蝴蝶蓝给它进行遮阴 把它移到一个阴凉通通的地方 这个斑点蓝它就不会再扩散 如果是病害的话,它就会继续扩漫延 像这种情况我们才需要用药 第三种情况就是冻害 在低温冻害的情况下 蝴蝶蓝的叶片就容易出现发黄 而且还会伴随着根系腐烂 这是因为低温冻害而导致的 这种情况用药也是没有效的 如果是含害冻害,我们做好保温措施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光照过强,我们适当遮阴就可以了 好了,本期就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